謝謝主席 我們請副部長 副部長請 就不要敬禮了 副部長早 副部長我請教一下 慕斌智會不會跳票 向委員報告慕斌智不會跳票 這是行政院的一個基本政策 不會跳票所以 確定在103年底 會全面推動全慕斌智 即使到時候 我們募不到兵 我們也一樣堅持 即使有空窗期也是這樣子嗎 依照你們現在 整個募兵制的一個標準 還有你們的期程 其實是delayed的 其實是delayed的 不如預期 我們每一年都有這個預期的目標 跟執行的目標 去年我們已經達成目標 今年我們也預估是可以達成目標 預估可以達成嘛 但是問題是 還有一個距離嘛 對不對 我們已經隨時在檢討 隨時在檢討 現在剩幾個月了 現在11月中了 剩一個半月 剩一個半月 現在還有多少的目標還沒達成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檢討的這個目標 已經在10月底呢 10月初 到了13804人 那麼目前在檢討的人數有5300多人 今年原本要募多少 你不要用整體的數字好像說 哇你們整體數字很漂亮 你今年原本預定要募得多少位 我們的自願役 我們今年要募15000多人 呃兵 15000人 好現在募了多少 呃到10月為止是8600多 對8600多嘛 那還有多少位 呃我們還有6000位 6000多位 到10月 我們募得8000多位 然後到了12月底要達到15000 這樣的目標 我們有辦法再短短一個半月 募得6000人嗎 呃向委員報告一下 你是要再用數字去美化 還是要去用什麼樣的技術去填控呢 我們有很多管制的作為 我們請我們人力市長跟您報告一下 副部長我的時間有限 我只是要確定說 103年如果我們全面推動募兵制 如果到時候整個募兵的原兒 是有問題的 那怎麼辦 我們隨時滾動可以檢討 隨時滾動可以檢討 所以即使沒有到達你們 隨時可以降低你們的標準就對了 我們滾動檢討 滾動檢討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 即使我的目標設在這邊 我到時候沒有辦法達到 我還可以降低 那請問 讓我們的空裝機怎麼辦 副部長我們的空裝機怎麼辦 來 副部長你應該有看到最近的新聞嗎 中國把他們整個的一個模擬戰場 設定在我們台灣的軍機場 然後F16群是他們炸毀的一個目標物 你應該有知道吧 這是在珠海航展裡面 廠商提供的一個模擬的一個影片 模擬的影片 你認為廠商模擬的影片 所以沒有那麼重要 也沒有那麼嚴重嗎 我沒有說沒有那麼重要 還是怎麼樣 對 對 或是中國也好 這證明一下 就是他對於台灣武力動物是完全沒有放棄的 沒有錯 如果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103年恐怕是我們的空裝機啊 在整個交接當中 也就是從真兵制到木兵制 這樣子的一個時間點 可能是我們的兵力最弱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怎麼辦 這個部分怎麼辦 你們有沒有做好一個萬全的準備 向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除了在木兵方面加強我們達成目標之外 我們在整個的戰演訓 我們的戰備力量是隨時在檢討 隨時在精進 部長你針對我的問題 今天這些木兵制的人員進到我們國防部 不可能那麼快就可以馬上上手嗎 我們在 然後今天如果我們的員額沒有辦法達到我們預期效果 我一直在強調103年 是我們一個可能是武力最弱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做好一個防備 它是一個整個系統 因為你木來以後你要去 防備計畫 你們有沒有做 他們都有在做 有沒有做這才是重點 有沒有做才是重點 不是說 你今天說我們會去訓練 我知道啊 當然 木兵進來要訓練啊 當然是要訓練 對啊 怎麼可能不訓練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 從真兵到木兵一定有一個空窗期 這個空窗期我們怎麼去做填補 不要因為這個空窗期 而讓中國有理由 甚至有藉口 甚至有它突擊的一個點 向您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保衛國家的這個安全 我再請教你 國軍的性騷擾案 現在你們怎麼做管控 首先跟您報告一下 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發生 首先是感到非常的遺憾 那麼我們在 一直在做這個防治欣賞方面的這個 加強的一些措施 然後呢 我們在很多的宣教方面 副部長 副部長 我時間沒那麼多 讓你在做這些宣教動作啦 你不用對我做宣教啦 重點是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嘛 今天我們的性騷擾案 我們知道國防部 是一個很封閉的一個單位 在這個封閉的單位 我們的女兵 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之下 我們的管道在哪裡 而且是不是 我們有各方面的一些作為都有 在整個當他們提出這樣申訴的時候 他們可以得到一個萬全的一個照顧嗎 跟您報告 可以嗎 我們有很多的管道讓他們去申訴 第二個我們還有新平等委員會去做特別的一個 副部長 我舉一個例啦 好 今天 女兵是不是有被平等對待 這是我們質疑的啦 我想我舉這個例子 其實我們 覺得這也是錯誤的 就是說 有一個女兵 酒後 情緒失控 用手猛敲牆壁 然後遭當日的執行官查獲 就寄了大過 當然這是錯誤的行為 這個絕對要處分 好 但是用大過處分 然後 我們再看到 有一位 陽性主官 然後對他的屬下 騷擾 結果也是寄一個大過 欸 我不知道說 我們的處分的標準在哪裡欸 處分的標準在哪裡欸 今天他喝醉酒 情緒失控 因為他被主官 他的喪失有一點打壓 他覺得心裡 有一點不愉快 喝酒 這是錯誤的行為 我必須強調 這是錯誤的行為 然後情緒失控 他 猛敲牆壁 結果 被寄了一個大過 結果 主官騷擾 自己的屬下 也是一個大過 像委員報告 這怎麼 這怎麼 我不知道說我們的一個 處分的標準在哪裡欸 在處分方面 是不是有檢討的必要 那我們再做一個審慎的評估 何謂審慎的評估 我剛剛提出來 如果說媒體沒有披露的話 那是不是這些女兵 就要這樣子被 做這樣子的一個打壓 不會 今天我被騷擾 我的主官居然就是 只是調職 然後寄一個大過 然後 我情緒不好 我垂了牆壁 我也被寄一個大過 為什麼對於女兵的處理是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再講 副部長 這一個女兵 我們已經 情報被處理 然後這個 陽心的這個 寶藏 是只有等同 我們男性軍官 這是我們所擔憂的啊 如果在這麼封閉的一個 職場當中 最近這幾個案子 讓我們擔憂說 這些女性軍官 跟所有的女性朋友 在我們國防部服務 基本上是得不到同等的尊重 不會 不會 我們是非常的公平的對待他們